主播各位觀眾最新狀況 帶您來看民進黨立委初選 第二選區士林大同區 可是競爭非常激烈 現任立委何志偉對上議員王世堅 可是刀刀見骨 而兩人的民調呢 也在今天晚上電話民調也即將開跑 不過就在剛剛立委何志偉呢 是現身士林地檢署 因為他即將來提告對手 王世堅以及張瑞雄 讓我們聽聽看稍早他怎麼說 我非常非常的悲痛 這是一場沒有誠信 也沒有道德底線的選舉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抹黑造謠從來沒有停止 不只影響我的選舉呢 也防害也傷害了我的名譽 莊瑞雄委員 他作為民進黨全國不分區的立委 他卻信口開河 奮力抹黑 完全違反了民主精神 莊瑞雄委員昨天的發言 根本就是惡意的抹黑 完全沒有依據事實 也與事實不符 莊瑞雄委員昨天說 有113席立委的言論 根本就是子虛烏有 胡說八道 何志偉絕對捍衛 台灣的自由與民主繁榮 可以聽到立委何志偉 是不願意對於提告內容 多做回應 不過律師也是表明 自己全都已經蒐集好證據了 不過何志偉 還是對王世堅跟莊瑞雄 兩人提告加重揮謊 以及妨礙名譽 以上就是記者為您掌握到最新消息 讓我們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